看看看看看看 这里 吃皮了 吃皮了 朋友们 这么大一车 你看见没 开玩笑啊 今天阿彪是带大家体验一天 咱们屠夫下乡卖肉的桥段 听说这个行当很挣钱啊 今天去看看 看下来现在生意来了 招揽生意了 他们这个拉肉下乡 这个叫卖招揽这个活儿 真的特别的鲜熟 猫肚子 好人 肉好多天津啊 是谁 是谁 市场上买多少钱 市场上买多少钱 市场上买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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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骨189 现在市场上15块 你们那边买多少 这个好热闹 我的天你看 14块 这么多人 不要钱 我还是在超市的 你看哪好肉 超市的 超市那个肉 你看哪起肉 超市的话不是肉了 都是肉 都是肉 割个几十斤了 那一天又不够 我那天我没割 你看了我割个几百块 割了这么多次了 要吃点瘦子嘛 我剩下不还有20块钱 能够的吗 嘿嘿 那不就啊 嗯 现在哪个在身上背钱嘛 都是在收几个 收几个也没得钱 吃边有 把边有吃了吧 我们来我们回家能吃包 边有吃 都要吃 我给你 来到 哪里来到 酒啊 嘿嘿 这个看起来懒得吧 酒啊 懒得了 我们今天要杀两盒 那这都是车 这盐排骨了 我们上 嘿嘿嘿嘿 出灾场吃消 遇到同行的 哈哈 同行 拜主有 别人 别人言 1252 遇到同行了 出灾场吃消 白主有 买星 祝蓉 看下他停不停啊 都在场吃消 他这个钱都强 这个钱他是卖的 他卖猪油 他吃卖猪油 这个钱都比较相信得卖 哦 要卖还是要看人啊 不相信他不得卖 他听到搞得哪有个游浪狂 你到游馆回去晃上去的 哎呦你啊你晃上去的 把无人机飞上去了 然后这个老乡听见了 他以为是哪里的直升机来了 想过来看一下 就在头上 看不见哦 在头上吃 四号八号 三号 哦 哎呦买肉哦 买肉哦 车子上没得喇叭的 能够喇叭的顶顶上 排骨好多 肉呀 排骨好多 排骨啊 17块 来 咱们行走的食材呢 这里 看来这个生意不是那个人 人是做不了的啊 他这个需要是熟人 你看 我大姑父他腿受伤了半年时间 然后现在这个车开着到这里 第一次来有半年了 大部分都会照顾他生意的 刚刚那个老人家说的 就是不是那个人 不会买的 你看没 全部都认识 那么大的都是我们排骨 不是舅舅 就是舅娘 沙窩 我们买沙窩 我们买沙窩还得很得吃 我们买是沙窩的 妈咪 够了 你去变厚 你去变厚 你去参考了 有 这么热了 你看小哥哥来了 有 有 有 很高 咬到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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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到鱼有没有的 没 啊 咬到了吧 你没在外面 咬到只 要那么早起一个菜 咬到一个只 只要那个菜 去没咬到吧 一个咬到 你看那里都能有着鱿鱼了 你都昏下山河 来啦 这这个 这个烧鸡要花气好 真没在乎的 没做到啥 嗯 我晓得 你的豆子这个 嗯 整个我们的书上的豆子一般拿来咋子 等你去吃嘛 有些挑豆腐嘛 哦 挑豆腐 我们有些挑豆腐嘛 有些要推豆腐嘛 直接推也要的 哦 这个黄豆 这个城市里面一般是用来打豆浆 在我们概念当中从来没这种 要么就是磨了以后 做豆腐要么就是接上去换换豆腐 拿拿这个直接去换豆腐 嘿嘿 大大橙子哦 哎 要的呀 快来拔的高 他的腊头 在咔咔头 要的哪那么多呀 那一锅嘛 哎呀 那一锅嘛天呐 谢谢咯 谢谢咯 哈哈 嗯 干支是那么辣的 可不可以折两个吃好吧 可以呀 那吃两个就可以了 你拿个吃 不是 干支 哇 你们来的好安哟 这是个鱼汤啊 这个 嗯 巴西巴西 这里 这边是马路 这里是楼房 这里 哎呀 这里是楼房 这里 有人家这里是池塘 哇 天 太爽了 嘿嘿嘿嘿嘿嘿 你看看呀 这是干支要卖的给我一生啊 都好吃啊 嗯 还没吃的还没吃啊 酸不酸啊 不要吃了好了 哎呀 好吃 来 吃哪个的我来吃咯 不要吃了 你看看 谢谢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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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麦麦都看嘛 还有手艺 酸一下你们来 酸一下 还要全家 不要脸皮 还要全家 剩这四个要五大只 早餐15块 嗯 嗯 看他干他钱 哪只要几个 我只要15个 我只要3个 看这个做点生意 做点钱是真的不容易 你看我大姑父煮这个拐棍 你看看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你看看没有 煮这个拐棍 这个路太烂了 人家们的肉 帮他提下来 哇 这么多柴 这么多柴果 这是个杀猪拌棍的 咱们把它换页了 没有没有没有 怎么样 兄弟们 认识这个东西吗 认识这个东西 好多钱挤啊 几块钱挤 几块钱挤啊 认识不 为什么要把前面这一块 拆下来就是一道菜 他们拌酒席的时候要用 如果说拌几十桌的话 就要收集几十个这样子 吃过这个菜的都知道啊 我们终于卖完了啊 这是第一次体验 出来 卖肉这种感觉 然后花了四个小时 跑了三十 二十多公里吧 三十公里应该是 买了好多斤啊今天 两百斤 出来两百斤这个吧 基本上是 拉出来相邻相亲的价格的话 比市场上要便宜那么一块 反正是这样的 应该是14块左右 所以我应该大致是这样一个情况 只想说的是这个生意 现在生意真的都不好做啊 一直都想那个在边旅行的时候 然后呢边赚一点经费 现在看来真的是 生意真的没那么好做 然后理发这个事情的话 我觉得还是可以操作的 今天看了一下 他们好多人头发都特别长 如果说刚开始练手的话 咱们免费 我估计这个可操作性还是比较大的 当我们练会了以后 再去着手怎么想办法挣一点经费 我觉得这个方案是可行的啊 那好今天呢 咱们也就先分享到这里了啊 喜欢的朋友点点关注 后期再给大家分享更多的 有趣精彩的视频 我是阿彪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